各位好,這禮拜要介紹如何利用電路跟電腦來錄製聲音 整個錄音系統就是一個電子訊號的量測系統 關於這個系統的概念會大略跟同學說明 當電子訊號傳送進來後 還必須要經過條理才能夠往後處理 而這就是Signal Conditioning的功能 然後這些電子訊號會需要類比轉數位 因此就跟取樣有關 那取樣還有取樣定理也會在這邊做說明 那如果取樣取得不好的時候會發生Aliasing 一種失真的現象 這邊就會介紹一種濾波器的設計方法 7Key 那最後在感測電路得到訊號之後 要準備往ADC輸入之前 還必須要考慮到前端電路與ADC 它們的輸出輸入電壓範圍 那如何去調整呢 這邊也會跟大家做說明 這邊是一張電子訊號量測系統圖 前面的Masuring代測訊號 可能有這些 位移速度 角速度 加速度 力 等等 物理量會先經過Sensor或Transducer 感測器 轉能器 把物理量換成電訊號 電訊號 電訊號再經過Signal Conditioning做調整 調整完之後再繼續往數位系統裡面輸送 Sensor Transducer 主要功能就是把物理量換成電訊號 因為當中可能會涉及能量轉換 所以才會有Transducer轉能器的稱呼 Signal Conditioning 則是把獲得的訊號先透過電路的方式調整好 調整好的訊號再往數位系統裡面輸送 成為一筆一筆的資料點 有了這些資料點就可以運用數位訊號處理的技巧 來做更後續的操作 針對Signal Conditioning 它其實又可以粗分成放大、濾波、衰減三種部分 放大顧名思義就是要把物理量轉換成的電訊號 盡可能的放大出來 那同時也要盡可能的不要讓雜訊變成主要的訊號 那再來就是濾波器 濾波器一方面是把雜訊給過濾掉 另外一方面也是要在後續類比轉數位的時候 避免產生Aliasing的一個重要功能 那再來就是衰減器 假設一開始得到的訊號太大了 沒有辦法往ADC輸送 那你可能要做適當的衰減 把訊號縮小到ADC可以接受的範圍 再來說明取樣跟取樣定理 取樣呢是一個過程 它是怎麼樣的過程呢 它是將一個連續訊號把它拆解成離散訊號的一個方式 那這邊有一張示意圖大家可以參考 取樣的方法是否有其限制呢 任意訊號任意取樣方法都能夠重建原本的訊號嗎 Ninequest與Chanone他們提出了取樣定理 提出取樣其實是有條件的 如果想要完美的重建原始訊號 則必須要滿足下面這個條件 假設訊號它的最大值是B 那麼如果想要重建原始的訊號 你的取樣率必須要選擇大於2B 這樣子的一個條件 關於定理的證明這邊忽略不講 請同學參考訊號與系統或是通訊原理的說明 這邊我們再重複說明一下 取樣定理 假設有一個訊號它的最大頻率就是B赫茲 那麼可以完美重建訊號的取樣率 它就必須要是2倍的B 如果換一個方法說 如果一個ADC它的取樣率是FS 那麼這個ADC可以接受的最大訊號 就是2分之FS 那這邊就有幾個名詞 首先2倍的B呢 它其實就叫做Ninecraft Rate 那麼在輸入的這個極限範圍呢 就叫做Ninecraft Frequency 那大家可能要釐清究竟哪一個是已知 如果你已知你的訊號的最大值 那麼你的取樣率就是這一個最大值的2倍 如果你的已知是取樣率 那你可以輸入的最大頻率就是取樣率的一半 好 那我們知道這些限制之後 假設這些條件都不滿足 譬如取樣率太低或是訊號的頻率太高 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在重建訊號的時候就會發生一個叫做Aliasing的現象 Aliasing中文叫做混碟 那它的成因呢 主要就是你的取樣率太低 這邊直接引入一個例子做說明 詳情也是需要請同學觀看訊號與系統 或是通訊原理才能夠知道它的內容 這邊假設有一個原始訊號 它的頻率叫做Fsignal 那這邊看起來很像一個懸波 我們分別用兩種取樣率 一個是4倍的Fsignal 一個是小於2倍的Fsignal 那你可以看到我們在這邊就有取樣點把它描上去 接著我們重建訊號就是把這個取樣點得到的結果呢 連線把它連起來 那你會看到當你的取樣率夠高的時候 我們重建回來的線呢 跟原始訊號會很接近 但是如果你的取樣率相當的低 那你重建回來的這個訊號 跟原始訊號它就會差很多 那這樣子的一個差別呢 就稱之為Aliasing現象 既然我們知道ADC它的取樣率 與訊號頻率的一個限制 所以為了避免Aliasing發生 在訊號輸入到ADC之前 我們會在中間放入一個低通濾波器 那這個低通濾波器的限制呢 當然就是要滿足取樣定理 也就是說它的3dB頻率呢 必須要是比取樣率的一半還要再來的小一些 確保輸入到ADC的訊號 在取樣率的一半的時候呢 是完全沒有訊號的 再來我們要介紹一個很方便的濾波器架構 叫做7Key Topology 7Key他們提出了這樣子的一個結構 一個OP 四個主抗 透過調整主抗的配置 就可以得到低通 帶通 高通 帶距等各種濾波器的功能 這樣子的一個設計呢 相當低廉 製作起來也很方便 是一個很常用的架構 這次實驗呢 選擇使用7Key Low Pass Filter 來當作我們 Anti-Aliasing的其中一個部分 那關於這樣子的電路它的分析 在這邊有做推導 那我們可以得到Transfer Function 以及它的高3dB點的一個位置 再來這一個Transfer Function 它是一個二階的形式 也就表示說 當頻率超過高3dB的時候 頻率每增加10倍 它的衰減就是40個dB 那是一個非常好的二階濾波器 再來當電子訊號經過電路調整之後呢 現在應該大小也足夠大 那雜訊呢 可能也足夠小 可是考慮到AD它在輸入的時候是有範圍的 所以我們這邊就要考慮到另外一個現象 這邊用一個範例來說明 假設感測器它的輸出範圍是0到3V 可是ADC它的輸入範圍是1到4V 這樣子的電路如果對接取樣之後呢 顯然就會發生很多的誤差 那這樣子的一個誤差 就是因為輸出跟輸入它沒有匹配在一起 那需要做的事情叫做Level Shifting 這一次我們使用的電路跟Adreno之間呢 也必須要做適當的調整才有辦法 將Adreno跟電路它們兩個匹配在一起 這邊呢 把Adreno它的IC 關於AD的部分我們把它列出來 那這邊說到Adreno Uno版 它有6個類比轉數位通道 解析度有10個bit 那它可以接受的電壓範圍是0到5V 因此呢 我們知道 假設我們要在ADC前面放Sensor 那它的輸出必然要在0到5V的範圍內 才可以得到合理的取樣 那這邊說明 如果我們的Sensor它的Driver電路 是使用OP的型態 那針對OP呢 我們可以在這樣子的一個角位 V正輸入一些直流 那使得整體它的電位呢 直流電位可以做提升 然後去匹配我們的ADC 那採用這樣子的方式呢 還有一點值得注意就是它是單電源的形態 也就是原本的OP通常有正電源跟負電源 但是在為了要匹配AD的輸入範圍的時候 我們在電源側呢 選擇的是0到正電源 單電源的形態 避免掉在負號那一邊輸入到AD的時候呢 全部都會是一個錯誤的結果 最後針對我們的整體電路呢 這邊做一個概略的介紹 那在後面這一邊呢 同時具有放大與濾波的功能 先看到這一個U1 在它的回收電路這一邊呢 是形成一個一階低通濾波器 那它的這個3dB頻率呢 是透過C2R2來決定的 那後面這邊就串接了一個7K低通濾波器 它是一個二階低通濾波器 在這邊的設計 是讓這兩組濾波器呢 高3dB都是同一個點 因此遇到高3dB的時候呢 它其實是有三個幾點存在 也就是在高3dB的時候 它的衰減是非常有效率的 然後再來看到這一點 這一點呢 它會須短路成這一點 那這一點大概是五分之二的VCC 那在這一邊有一顆電容 原因是V-跟Q1的C 它們兩個的直流電位可能會不一樣 所以這邊要放上一個C1 來阻擋直流 但是也因此產生了一個高通的結果 那這個高通呢 就可能會不小心影響到我們的電路 所以在這邊的C1值 你就要選盡可能的大 再來因為我們要輸出到ADC裡面 所以其實在OP的電源方面呢 我們只要使用單電源就可以了 因為FOO的那一邊呢 沒有辦法輸入到ADC 換句話說 就是ADC它也沒有辦法讀FOO的訊號 在感測器方面呢 這次用的是麥克風 麥克風本身呢 需要正電源去驅動它 所以在這邊有一個R11-10K 形成一個電路 讓麥克風可以啟動 那因為這邊也有一個直流 所以我們還是要透過一個C5電容 把它擋住 那中間這就只是一個 common emitter的放大器 把麥克風得到的訊號 先經過第一次的放大 再透過後面的放大跟濾波 整理過後 再送到ADC 那後面這一塊這個部分 就是所謂的Signal Conditioning 用電路的方式來調整訊號 CalA down C5 C5